一个人在发财之前,必须做出四个改变 但凡你能做到其中一条 你都能超越身边90%的人 尤其是第四条 一定要认真看完,对你特别重要 第一,做人一定要低调 不管你有没有钱 现在混得怎么样,都要低调 你要学会闷声发大财 成功的人都会把自己调成静音状态 千万不要像你的熟人炫耀你有多成功 多有钱,要学会装糊涂 大事你可以辛苦 但小事就不要去计较 要做到大只若鱼,掩盖自己的野心 不要让身边的人感觉你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这样你才不会被排挤 第二,你不要做一个羞耻心太重的人 别人随便说你几句 你就茶不思饭不想 难受一整天 强者自然我行我素 别人怎么说你都随他去 过度的敏感是弱者的表现 有的人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太在意别人的意见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 优柔寡断 最后一事无成 第三,要做一个不太好说话的人 如果你总是毫无条件答应别人的要求 只会让别人越来越贪婪 他们也会践踏你的善良 你人再好都是没用的 利面前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 同样的 那些能赚到钱的人都是利益分明的 该给别人的一分都不会少 不该给的一毛都不会给 这样别人才会觉得你有原则 愿意和你合作 第四,这条特别重要 在你没有成功之前 一定要记得 在没有赚到钱之前 不要跟那些每天只懂吃喝玩乐的人混在一起 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只会消耗你的精力和时间 会让你失去斗志 同时也会让你失去吃苦的能力 真正厉害的人 他们会跟着三种人打交道 第一种能够帮助他赚钱的人 第二种能够成为他客户的人 第三种能够像老师一样给他指路的人 第三种能够像老师一样